在国际篮球赛场上,亚洲人因为身形和身体素质,总是难遗憾欧美球队抗衡。 但就在刚结束的篮球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日本男篮竟然在全程落后的情况下,暴冷逆转了马克能带领的芬兰队。 172公分的河村勇辉在最后一节砍下15分,拿下了本届赛是亚洲球队的第一胜。 而这名天才空位的表现可不是昙花已见。 他在高中时就被誉为日本第一高中生,还曾经来台湾比赛参加松山杯。 他18岁就进入日本时兰,22岁就拿下了MVP。 他克服了身高的障碍,在世界杯的舞台一战成名,成为日本未来的王牌空位。 就让我们聊聊他的故事。 河村勇辉在2001年出生在日本的三口县。 小时候因为爸妈工作的关系,曾经在德国生活一段时间,后来才搬回日本居住。 他的爸妈都是老师,爸爸还是篮球教练兼NBA狂粉。 所以河村很小的时候就接触过篮球了。 但当时他最喜欢的其实是棒球,为此还认真练习了一段时间。 后来是在小二的时候,河村为了加入少棒队到体育用品店采买装备。 结果没有选到喜欢的款式,反而是被各种帅气的篮球衣吸引。 忽然有了打篮球好像更帅的想法。 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转换跑道,开始投入到打篮球上。 小时候的河村就是个非常好动的孩子,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在公园里跑跑跳跳。 而对他来说,篮球场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可以四处跑动,可以进行挥洒汗水。 所以他很快就爱上了这个运动。 当时爸爸在院子里装了篮球架,河村就每天对着篮筐不停投篮。 爸爸在电视前看NBA的时候,河村就跟在旁边一起看比赛。 不过虽然是个不择不够的00后,但河村却更喜欢看90年代的比赛。 喜欢John Stockton和Jason King这样的传奇空位,还有白巧克力Jason Williams的帅气传球。 不过也因为这样,总是和同学聊不起来,反而是和38岁的助教更有话聊。 而河村最喜欢的球员,当然就是Michael Jordan。 他把公牛两次三连冠的比赛,各种纪录片、DVD都看了好几遍。 就连他最招牌的背后传球,其实也是在模仿Jordan快攻时传给批评的球。 他表示Jordan高中时因为太矮打不进校队,但却靠着不断努力爬到这个位置。 就是这样的精神和精力,一直鼓励着河村不断前进。 而作为一个日本篮球员,从小到大影响河村最深的,就是日本史上的第一个NBA球员田莫永泰。 虽然身高只有173公分,但他却成功站上了NBA的舞台。 就算表现没那么亮眼,但还是成功创造了历史。 所以田莫从高中时期到职业的比赛,都是河村每天必看的影片, 并表示他的原型就是高中时的田莫永泰。 他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对现在的比赛很有帮助。 在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河村就加入少年俱乐部参加比赛。 不过因为赛制的关系,他比赛时没什么上场时间, 还经常要和高年级的同学对打。 对手比他们更快更高大,比赛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取胜。 不过也正是这样的环境,让河村从小就习惯和更高大的对手比赛。 也养成了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战斗的精神。 终于从四年级开始,河村进入高年级队担任先发,并开始更认真的对待篮球。 在一场重要的预选赛失败无法晋级后,他决定化杯氛围力量更加努力, 规定自己每天都要进行500次投篮,后来甚至提升到1000次。 也正是靠着这样的锻炼,他在小六时带领球队拿下线冠军, 并进一步的夺得全国冠军,第一次取得了成功的表现。 国中时的河村就属于家附近的柳锦中学, 并在国三的时候以赏军32分的表现, 带领球队三军全国大赛16强。 虽然因为整体较弱无法前进下一轮, 但他亮眼的发挥却适应了其他强校的注意。 于是位于福岗县的福岗第一高校,向他发来了邀请。 这所学校在不久前才拿下冬季冠军, 是日本高中近代的强权, 也是台湾棒球国手杨戴刚和张义在日本助学时的高中。 不过当时的河村其实对未来很不肯定, 他本来想留在三口线, 过过普通的人生孝顺父母就好, 但能到更高水准的地方打篮球, 对于他来说又充满了吸引力。 考虑到这个决定可能会影响他的人生, 河村足足思考了好几个月, 最后才决定加入福岗第一。 于是日本最强高中上的传奇,也就此开始。 因为爸妈都是老师的关系, 所以对河村的学业非常严格。 而河村在学习上也非常的认真, 从国中到高中都在班上排名前列。 高中时他除了练球还要上补习班, 但这完全没有影响他的球技。 刚登上高中,他就成了球队先发, 用惊人的速度和传球视野, 帮助球队拿下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高二赛季他们很少高中冬季杯, 每一场比赛都以20分以上大胜对手。 四场赛上, 他们击败了富庸起身带领的赢球高中, 最后打进决赛拿下了冬季杯冠军。 年仅高二的河村就获选赛事最佳舞人, 同时入选的还有高三的富庸起身。 从这个时候开始, 河村就被誉为全日本最强的高中生, 被认为是难得一见的超级天才。 他入选日本的U16和U18国家队, 在高三那一年横扫各大赛事, 完成了高中赛场的三连霸, 并再一次获选赛事最佳舞人。 对台湾球迷来说印象深刻的, 就是在2019年7月, 福岗第一曾经被邀请到台湾来参加松山杯, 并给了所有参赛者一场震撼教育。 他们流畅的船道, 急速的快攻, 和完整的战术和防守体系, 让他们每一场比赛都以大比分击败对手, 最后以七胜零败的战机成功抖冠。 而河村永辉作为主力空位, 更是用他令人惊叹的传球能力, 为台湾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以赏军9.1助攻的表现拿下助攻王。 面对绿色沉盾松山高中, 他上场17分钟, 搅出2分8助攻。 在对上尤爱哲带领的能人家张时, 他在12分钟内, 就搅出了5分8助攻。 就连面对当时的大学新秀联队, 也搅出了9分14助攻的超狂表现。 这时的河村, 早就被认为超过了高中的水准, 甚至有大学到职业的程度。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2019年末, 福岡第一参加了第95届的全日本天皇杯。 这是一个不限成绩, 从高中大学到各级职业联赛, 都可以报名参加的全国大赛。 并一路击败其他对手, 甚至职业联赛B3的路尔岛队, 成功晋级到赛事第二轮。 而当时他们的对手, 就是B1日本直兰的千叶喷射机队。 这一支球队, 不只是日本直兰的绝对强权, 更是天皇杯308的未农冠军。 而他们的当家空位, 就是只有167公分的日本国手, 富坚勇术。 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 河村也一直把富坚当作偶像, 告诉自己身高不是借口, 只要足够努力, 一样可以成为职业球员。 而这一场两名小个子超级空位的对决, 也吸引到了全日本的关注。 还因为两人的名字都叫Yuki, 所以把这一场比赛叫做Yuki对决。 最后在这一场面对偶像的比赛, 福岗第一以36分惨败对手。 不过河村一个人, 就拿下了21分实助攻, 表现完全不输给职业球员。 而他这样的发挥, 也马上得到了肯定。 VLIG的球队, 三远星凤凰队, 为他开出了一份指定选手合约。 这是为了支持22岁以下的年轻选手, 让他们能参加高中或大学, 并同时效力职业联赛三个月的合约。 于是年仅18岁的河村永辉正式加入球队, 成为VLIG史上最年轻的选手。 以高中生的身份, 挑战职业联赛。 三远星凤凰队, 是当时B1的电体球队, 所以河村虽然只是个高中生, 但还是有不少表现的机会。 职业生涯第一个赛季, 他出赛11场比赛。 场均出场22分钟, 得到12.6分2篮板3.1助攻。 对于一名高中生来说, 这当然是个非常不错的表现, 但河村虽只给自己打了30分。 他表示因为是高中生, 所以打得好时, 会得到更多的称赞。 而就算打得不好时, 人们也会说, 他还只是个高中生嘛。 但如果是个20几岁的职业选手, 那评价就完全不一样了。 虽然表现不错, 但没有帮助球队赢得更多比赛, 让他觉得自己还完全不行, 展现了非常成熟的大将之风。 球季结束后, 他加入东京的东海大学, 和八村磊的弟弟八村阿联成为队友, 并帮助球队夺得了全国冠军。 上了大学后, 除了球季的训练, 河村也进行了更多的中训, 让身体更强壮, 来适应职业联赛。 这一年他加入横冰海盗队成为指定选手, 并成功入选最佳新秀阵容。 不过因为要兼顾科业的关系, 表现稍微下滑, 在全国大赛上也未免失败, 以四分之差在冠军赛败给对手。 和村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不满意, 认为自己搞砸了比赛。 眼睁睁看着对手在面前把奖杯拿走, 也让他感到非常遗憾。 也正是这一场比赛让和村深刻反省, 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 最后在2022年3月忽然投下震撼胆, 要放弃大学生的身份, 正式成为全职业选手。 这样的一个决定, 在日本的篮球界非常少见, 但和村表示, 自己读大学的原因, 是想要跟随爸妈的脚步, 考取教师执照, 以后成为体育老师。 但在和职业球队练球的过程中, 他对比赛的热情越来越强烈, 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日本第一的空位, 代表日本出战巴黎奥运。 而要实现这样的梦想, 就要全心全力投入到篮球上。 所以才做出了辍学的决定, 要以巴黎奥运为目标, 全力奋斗。 2022年3月, 和村正式成为职业选手, 也第一次被选进日本国家队。 生涯的第一场成年队比赛, 就是在世界杯亚洲区资格赛面对中华队。 那一场比赛他替补出场, 传出了8次助攻。 而在V-League的赛场上, 正式进入职业的和村也适应了节奏, 场均得到10分7.5助攻, 还曾经有单场比赛17助攻的表现, 是V-League史上第二高的记录。 同年7月, 他代表日本参加了亚洲杯, 虽然主要都是剔补出场, 但却绞出了非常沉稳的表现。 其中面对哈萨克的比赛, 他出场13分钟就得到了8分8助攻。 就连杜边熊泰都大赞说, 他是那一场比赛的MVP。 而有了国际赛的磨练, 回到日本的和村迎来了大爆发, 马上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选手。 虽然身高只有172公分, 也有说法是168或169, 但他非常擅长用速度生施对手, 并阅读比赛精准的传球助攻, 让他的切入非常有杀伤力。 比赛时也完全不怕对抗, 在进攻和防守端的表现都非常强硬。 他把高难度的三分球变成了常规武器, 投篮的命中率也来到了生涯新高。 这个赛季, 他场均19.5分排在联盟第五, 是B-League的本土得分王, 在面对北海道时, 砍下了39分的生涯新高。 天皇杯的比赛, 更是单场爆砍45分。 同时也以场均8.5助攻, 成为联赛助攻王。 1.5超节也是排名前列的数据。 这样出色的表现, 让他成功入选全明星, 年度最佳新人, 和年度最佳武人。 在职业生涯的第二个正式赛季, 就以年仅22岁的年纪, 成为了日本直男的MVP。 他用夸张的表现征服了日本, 年纪轻轻就掌握了无数荣誉, 而就在接下来的篮球世界杯, 他将在世界舞台上一战成名。 时间来到2023年篮球世界杯, 日本作为主办国之一, 在主场迎战强敌, 而何春也作为国家队参加了比赛。 但是在欧美强队眼中, 这些亚洲球队就是来凑数的, 而日本更是被分到了一个死亡之主。 德国和澳洲都是世界顶级强队, 芬兰则是由NBM明星Laurie Markiton带领, 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第一场比赛惨败德国, 日本很快被逼到了淘汰边缘。 而下一个对手芬兰队人高马大, 平均身高来到200公分。 相比起日本队, 是整个赛事最矮的球队, 平均的身高只有192公分。 在空位的位置上, 更是有20公分的差距。 比赛一开始, 芬兰队势如破竹, 让坐镇主场的日本节节败退。 在第三节的时候, 取得了18分的领先。 但是在这样绝望的时刻, 日本队却依然没有放弃。 面对强大的对手, 杜鞭雄泰没有放弃。 傅勇几声没有放弃。 每一个日本队员, 每一个日本观众, 甚至到规划的Hokingson, 他们都没有放弃。 用一次一次的投篮, 把比分逼近。 而何孙勇辉, 当然也没有放弃。 比赛进入第四节, 日本落后10分。 傅勇几声的三分球, 率先打开局面。 然后是Kokingson, 篮下强硬打进。 比赛剩下7分钟。 何孙跑出空挡接球3分。 这是他本场比赛的第一颗三分球。 下个回合, 他冲进人群强到篮板。 招牌的背后传球, 让队友轻松得分。 比分76比78, 他一个变相过掉对手, 强势地上篮把比分追平。 这时的日本越打越喜事, 而何孙的手感更是烫到不行。 拉回来缓开防守, 三分出手命中。 面对芬兰队主将, 213公分的Laurie Markkinen, 他直接干拔出手, 三分再次命中。 日本对反超比分, 取得9分领先。 但何孙的表演, 还在继续。 再一次小打大过掉Markkinen, 精准的分球助攻得分。 芬兰队强势反击, 但已经与世无捕。 比赛最后一分钟, 何孙又一次干拔出手。 这一次, 彻底杀死了比赛。 98比88, 日本克服了18分的落后。 在主场成功逆转了芬兰, 拿下了这一次世界杯, 亚洲球队的第一胜。 何孙永辉在第四节砍下15分, 其中三分球四投四中。 在关键时刻连续单挑得手, 让全世界的观众, 看了都热血沸腾。 全场比赛25分9助攻, 还有一个重要的进攻篮板, 是日本逆转比赛的重要工程。 比完赛后的何孙表示, 多亏了全场观众的支持, 最后成功拿下了胜利。 因为不想让杜鞭退役, 所以比赛绝对不能输。 像漫画一样热血的剧情, 都让人们感叹, 灌篮高手的故事, 果然都是真的。 战胜芬兰创下历史性的时刻, 下一场比赛, 何村正式先发出场。 虽然最后还是败给强敌澳洲, 不过在排名赛, 19分11助攻的表现, 也基本已经帮助日本锁定了胜局, 取得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亲手完成自己的梦想, 代表日本出战巴黎奥运。 而重置层层的日本国家队, 也给了所有亚洲球队最好的典范。 从田卫永泰到富坚永述, 再到河村永辉, 他们也在用实力证明, 人种不是问题, 身高也不是问题。 只要足够努力, 一样有机会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 不要因为限制放弃梦想, 坚持下去不断努力, 总会有梦想成真的那一天。